中国网发文像阳光那样正能量演员王一博印象 此文一出瞬间引爆全网 亚运会的脚步日益临近 由王一博现唱的火炬传递主题曲 然迅速成为了快智人口的歌曲 蓝网上口韵律优美传唱度快智人口 传递着激昂向上的拼搏精神 歌曲一经上线就被各大主流媒体真相转发报道 中国国发文甚赞王一博这次成为门面担当 代表着国人的形象驻燃了亚运会的热度 都说王一博这是上交给国家了吗 红歌一手接一手地唱这张面孔年轻富有朝气 显然成为了国泰民安的形象 王一博不仅国民赌纲 在海外的人气也是不容置疑的 这次王一博现唱的主题曲发布后 航会在海外平台传播开来 特别是在泰国那就是太火了 登上当地的趋势并且关注度霸榜 助燃的是亚运会的热度 王一博显然成为C世代青年的代表 更是我们的门面担当 走向世界呈现的是我们国人的风貌和形象 王一博的气质干净清爽 钟爱滑板街舞等运动 跟亚运会的主题相匹配 选择王一博是在合适不过的兼具人气和热度 教好的气质和形象在众多娱乐圈一人 成为佼佼者 中国网对王一博的评价是 像阳光一样这句话说得很准确 潮气蓬勃的青年人形象性格稳气质家 做事踏实实力兼备 亚运会是拼搏向上的 是正能量的 是青春 朝气 希望 上进的 王一博作为Z世代的代表 很符合这次的亚运会主题 多方媒体的报道是对王一博的肯定和认可 都知道王一博不是一次在这种大型场合出现 并且现场主题 选择他是英文适合 更是门面担当 更好地呈现我们的国人的风貌 这次是我们需要支持和点赞的正能量艺人 行稳置眼 主流选择的人 一个上交给国家的人 我们没有理由不喜欢 不支持 他代表的不单纯是年轻一代的风貌 更是我们国家的形象 亚运会的举办是亚洲体育盛事 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实力 自然需要好好的对外宣传 王一博现场主题曲 不只有亚运会 还有冬奥会 各种重要的节日 红歌的数量都比他本人的歌曲多 由此可见 王一博成为我们的门面担当 对外宣传的一个符号 中国网的发文 就是为了推出这位年轻艺人 向外宣传的同时 也在告诉我们 王一博值得我们为之肯定 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传递正能量 王一博无疑身体力行 践行其中 王一博引领的街舞 与滑板分潮 如今已冲破千层 直达亚运会舞台 这两个新兴体育项目 在王一博的推动下 广受大众喜爱与追捧 作为这两项运动的推广大事 王一博身上 承载着浓厚的使命感 我们有何理由不为之欢呼 不支持这位阳光热血的青年呢